国中小学闲置空间盘查 台南市发现有151间的教室都没有人使用 未来将可以提供给NGO、社福单位、清创实验等团体来租用 并且还建置了活化网 7月底供各界上网查询哪里有闲置的教室空间 走进落大的校园里面可以看到许多闲置教室 台南市政府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针对辖区内国中小进行盘查 发现共有87所小学151间教室无人使用 因此未来将规划给NGO、社福团体等单位租用 也有校方表示租用出去的空间 如果能配合校园教育会更有意义 想要成立社区的资源中心配合跟教育有关的 我想这样整体在空间的使用 跟学校的整体的教育意义会更显得它的重要性 这四间国月教室目前由校方致用 但未来将配合政策变成社区教育中心 提供给社区来使用 另外因为教室租用所衍生的校案问题 台南市政府说外界提出申请都会严加审核 而校方本身也会加强巡逻 防止不校人士入侵校园 学校是白天上课 那社区大学是晚上才开课 这样就没有所谓学校校园的问题 为了推广这个政策 台南市教育局更建制了台南市校园空间活化网 以公开透明的方式 将闲置的教室空间照片上传网路 提供给各切参考申请 这样不只为公共空间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还促进教育发展 并协助公益慈善与弱势族群 记者文正恒他的报导 直接调整理 承设的 并协助公益慈善与弱